等不到人 我转身想坐回地上 这时候 注意力就被斑驳的墙壁吸引过去了 这些墙壁已经发霉了 还有藤萝植物依附着 很难分辨出墙壁的原本面貌 我剥下那些青黄香肌的藤萝 用袖子蹭了蹭墙上的霉斑 随后 我醒悟的下 原来唐二爷叫我来老渡场 见他是这么一回事 在这面墙上 贴了一份彩色密码样本 类似阿修找到的那些样本 只不过有点褪色和变色了 虽然我记得不牢 但能肯定 这个彩色样本和阿修的都不一样 也许唐二爷的密码能对应两个版本 一个是英语版本 一个是周桥部队自己使用的版本 唐二爷叫我来这儿 不是告诉我他还活着 而是说一个密码还能催生出另一个密码 由此可见 唐二爷对他的秘密很用心 就怕被人盗取 连信都写得那么神秘 这个密码版本留在墙上很多年了 上回我和唐紫月是晚上来的 完全没注意到墙上的古怪 即便在白天 如果不走近的话 也不会发现墙上的密码样本 我没时间去想 为什么密码样本没被摧毁 这种密码在二战算是机密 要是被敌人解开 那就完了 这时候 一股墨色从天空的东面 坡到西面 我见状就按了手机的开机键 想要把密码本拍下来 天知道我离开后 密码本会不会被人破坏 前几次的教训已经够多了 天色越来越暗 我的手机在黑暗中几乎无法拍摄 于是就着急的按下键钮 势头把墙壁拍下来 可就在这时候 我刚拍下一幅模糊的画面 一个电话就打进来了 我以为月明飞没骗住描解 可是手机屏幕上显示的 却是一个陌生的坐记号 铃声响了很久 为了不惊动 随时会靠近老渡场的神秘人 我就接通了电话 只听那一头说 黄定义 是你吗 你在哪儿 我有要紧事跟你说 这声音听着很耳熟 我仔细想了想 立马我就呆了 这是金乐乐的声音 当时我说不出话来 没想到金乐乐还能醒过来 医生明明说 他会变成植物人 金乐乐的声音听着有点陡 状态显然不好 他没听到我回答 又说了几声 我强迫自己回过神来 惊讶地问金乐乐 什么时候醒过来的 渡场的人知不知道 我刚醒 我有很重要的事 你在哪儿 我去找你 我在 算了 你找不到我 我去医院找你 我已经跑出了医院 不然 不然他们不让我出来 我在电话里说不清楚 你快点到都场门口等我 你有什么事 先在电话里说吧 我担心金乐乐的身体不行 撑不了那么远的路 可是金乐乐却说 你以为我不想在电话里说吗 如果我告诉你 假瞎子早就能看见了 你会相信吗 太多的事情讲不清楚 这些事你永远猜不到 好了 你马上到渡场门口等我 我很快就到了 金乐乐的声音非常虚弱 好几次差点就听不到了 我还以为是信号的事 我知道金乐乐刚醒 身体机能都没有恢复 她坚持走了那么远的路 一定是有极其重要的事告诉我 可是 假瞎子真的能看见了吗 那么 她为什么还要喝草花蛇的胆液 不管金乐乐是不是骗我 她苏醒总是一件好事 这意味着推她下水的凶手 会原形毕落 现在天已经黑了 要等的人还没来 我琢磨了一下 觉得金乐乐比神秘人更重要 于是大步迈出了老渡场 这么晚了 神秘人还没来 也许真的被我猜中了 她或者她就是渡场里的人 夜里 我在江边狂奔 恨不得飞回渡场 一口气跑了十多分钟 我终于看到了渡场散发的朦胧灯光 远远的还能听到鼎沸的人声 想来 唐紫月和学生仍未离开 我这边跑 边想 人多就好 起码不会有人敢对金乐乐下毒手了 这一次一定要让她把真相当众说出来 当我赶到渡场门口的时候 忽然听到身后有动静 好像有人一路跟了过来 由于小路都在江边 水声哗哗的 我跑得又快 根本没注意到 就在我想回头的时候 岳明飞刚好走出来 你跑什么你 真的有人追杀你啊 老子打死他 不是 今晚没人去老赌场 不过刚才 好像有人跟在后面 我是一说完 岳明飞伸长了脖子 向我身后的黑暗里看了看 真的假的 金乐乐呢 她回来了吗 我没看见她呀 她不是在医院躺着呢吗 我跟你说 金乐乐醒了 刚才给我打了电话 现在她要到这儿 把事情说出来 我说完就看向 渡场的院子里 大家正为在草地上 嗤嗤呵呵 没有一点慰问的样子 有几个学生 还笑得非常开心 这时候 胡家行也走了出来 他看见我就有点惊异 喂 黄定义 你不是去医院了吗 现在不拉肚子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一个人影就出现在远处了 那边正是我跑回来的方向 金乐乐要走到渡场 肯定是从另一个方向 局部会从老渡场那边过来 我吓了一跳 先说大家都在渡场里 难道神秘人是渡场外的人 这一次 那个人影没有躲起来 反而慢慢地走向渡场大门外 我心头一震 难以置信地相信 那个人竟然会主动地献出真身 几秒钟过后 人影走近了 胡家行猛吸了一口气 老唐 与此同时 渡场里掀起了一阵骚动 我寻声看着 只见一个人狠狠地从办公楼顶 摔了下来 人影走出树下的黑暗时 胡队长念了唐尔爷三个字 我如同做梦一样 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不巧 天雷滚过夜空 震耳欲聋 更让人心慌意乱 唐尔爷的确死了 早就被烧成灰了 如何还能跟着我从老渡场回来 果然 我定神一看 那人和唐尔爷完全不像 分明是另外一个人 胡队长呆住了 没有再说话 倒是对方先说 胡家行 好久不见的 老唐 你 你不是在监狱里吗 我和岳明飞 尴尴尬地站在一边 也插不上话 直到院子里的学生们炸开一锅 事情才有所缓和 我们顾不上知道 这老唐是谁 转身就跑进了渡场里 却见假下子 倒在血泊里 不少学生被鲜血 剑在身上 吓得大叫 还有几个胆小的学生 当场就哭了 把这现场气氛 演得跟鬼片一样 苗姐冲着人群大喊 谁干的 我也不知道 怎么回事 这假瞎子 怎么从楼上摔下来了 岳明飞挤进人群 看清后又退了两步 这 这搞得什么名堂啊 这是 其他人没有回答 仍在边上大喊大叫 我抬头往办公楼上看 那里 有着昏黄的路灯 头下光影 看不清 有没有人站在上面 虽然办公楼里 只有两层 但是假瞎子 摔得太厉害了 转眼就不再动了 这是我见过 最惨烈的画面 我就愣了 好一会儿才想起来 要打急救电话 可是我刚拿出手机 有一个人 从楼上走下来 大瞎顿时安静下来 齐刷刷的 看过去 其中一个女学生 意外的说 你 你怎么在楼上 你跑楼上干嘛 岳明飞 也纳闷 怎么是你 你把她推下来的 我一样感到不可思议 正准备拨电话的时候 手也停住了 可是没想到 走下来的人 竟是 毛毛毛 在这种情况下 答案可想而知 大家都认为是 毛毛毛 把假瞎子 推下来的 这楼只有两层 金乐乐在 假瞎子变瞎后 早把办公室 搬到一楼了 二楼很少有人再去 现在夜深了 楼上没人 假瞎子摸上楼 干嘛去 我原本也觉得 毛毛毛是凶手 可她好歹是个大学生 不会那么笨 选在人那么多的时候 把她从楼顶上 推下来 沉默了一会儿 毛毛毛回过神来 赶紧否认 不 不是我干的 我在楼上没看见她 旁边的苗姐说了一句 先别报警 可能是意外 唐子月 从饭桌那边走过来 让我快点打电话 分清事情的急缓 救人要紧 先打急救电话 我不乐观 一看假瞎子这样 心里就料到 她已经死透了 胡队长在我打电话的时候 和不请自来的老唐 走进院子 还像摸像样的摸了摸 假瞎子的脉 然后一摇头 一看这情况 我们在场的人 面面相觑 谁都不敢再出声 我心情极为复杂 本以为摔下来的人 是金乐乐 哪会想到 是假瞎子 如果金乐乐 没赶到渡场 那么他现在在哪 是否平安呢 急救车不可能开进渡场 即使能开进来 至少也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怕假瞎子 还有一口气 再拖延下去 会错过抢救的黄金时机 于是不顾胡队长反对 坚决背起人往外跑 诸如破坏犯罪现场的借口 哪比得上一条人命重要 大家看我把人背起来 纷纷追出去 只留下寒嫂一个人 在渡场善后 等我赶到镇上的人民医院后 医生就给假瞎子判了死刑了 说他头部受到重创 因颅骨粉碎性骨折 导致死亡 同时 医生问我假瞎子 是怎么摔死的 我答不上来啊 胡队长就补充 那是一场意外 我怀疑的回头 看过去 又不好当面质疑 等医生去处理尸体的问题后 才敢开口 夜里医院人不多了 我们站在大庭角落 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 胡队长先对我们说 黄定义 你别一起用事 假瞎子是不是被人推下来的 这不是我们说的算的 旁边的苗姐也说 假瞎子失明后 有点抑郁 可能真的是想不开了 黄定义 你不要把世界 想得那么危险复杂 不是 那这也不能证明 是他自己跳起来的 旁边的月明飞 有点激动 拉倒吧 我看就是那毛毛毛干的 大伙都看见他从楼上下来 那么多证人在 他否认都难 唐子月不同意 他不可能杀人 在我送人到医院的时候 唐子月也跟着来了 但是那群学生 被他留在了学校里 那他去楼上干嘛 为什么不像别的学生一样 在院子里待着 要是我没记错 毛毛毛应该不在今晚 慰问活动的学生名单里吧 今晚我可盯着每一个人呢 什么 你说 毛毛毛不在名单里吗 我琢磨琢磨 然后醒悟了 难怪那群女学生这么惊讶 原来他们都知道 毛毛毛不该出现在 赌场那边 此时的唐子月 十分冷静 她是不在今晚的学生名单里 因为她和陈时万关系不错 我怕这事会影响她的心情 所以今晚没叫她 至于她为什么出现在渡场 我也不清楚 不过 不能因此断定 她和案子有关 旁边的苗姐也说 是啊 这毛毛毛还是个学生 我看她挺单纯的 不像干坏事的人 这事就算了吧 如果把秦望他们牵扯进来 就算毛毛毛最后证明是清白的 那她在学校的生活 也毁了 实际上 我也不认为毛毛毛是凶手 没有谁会蠢到当众杀人 可是 夜里从楼上走下来的人 只有毛毛毛 除非假瞎子是自己跳下来的 胡队长和苗姐 可能认为最近渡场出事频率太高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极力要把这事压下来 对于是否报警 我们争执不下 医院方面也没有动静 只是把尸体暂时放在了太平间里 又等了一会儿 胡队长从医院方面确认 这事会被当作意外事故处理 不会与公安派出所机构扯上关系 我们这才各怀心事地离开医院 老唐没有跟来 我想起了这事 就在路上问胡队长 那个老唐是谁 于明飞也好奇 我们都认为老唐就是唐二爷 可他们长得不一样 可以说完全不像 不可能是亲近 穿过了校园 唐紫月离开了 胡家行对我们说 老唐的全名叫唐山泉 以前也是周桥部队的老兵 二十年前 唐山泉因在炸桥敦任务中犯错 意外炸死唐二爷的大姐和三妹 而郎当入狱 被判无期徒刑 这事一直是唐二爷的心病 大家都不敢提起来 因此除了胡队长这辈的人 其他赌场的人都不知道 是否会有要亲爱的 虚忍 或是负网 任党 自曠网 两棵 人的